Hi! 我都知道我很久沒post過影片 不過今天的這個影片 就是一個我最近比較常化的一個膚的Glam Look 首先我就會用了這個SK-II的Midday Miracle Essence 去先調整我的臉 之後我就會用 Too Faced的這個Foundation 加少少Cold Gentle的那個Illuminator 令到整個Foundation有少少Glow 其實這個combo我最近都很喜歡這樣做 總之就是混合任何一個shimmer的Liquid Highlight 在你的粉底上 這樣完全可以令你整個臉色好很多 而且氣色好一點 之後我就會用Flat Top Kabuki的掃子 去bland開我的粉底 基本上如果你用這個combo的話 其實你的粉底出來的finish 都會比較有光澤感 而且沒那麼厚 之後就到遮瑕膏了 我首先會用一個比較薄的遮瑕膏 去遮瑕我的discoloring的地方 而且因為這樣它也可以幫我 令我後續照片的遮瑕膏 它bland開是沒那麼稠的 因為我今天是要用一個比較厚一點 還有稠一點 還有比較full coverage的遮瑕膏 所以我就會首先用一個薄的打底 之後就來到這個Tarte Shape Tape Concealer 這個應該就很出名 很多人說過 我也不需要特別多說 那我就會混合兩種顏色 來做一個全面的重點highlight 那這個concealer 真是holy crap 我真的超級超級無敵喜歡它 OK? 如果我盡快抽到時間 我就會拍片講它 等一下我說過呢 我忘記了 那我就會點完整塊面 之後呢 就會用這個beauty blender去blend開它 那其實這個concealer 真是a little goes a very long way 那所以其實是不用像我怎樣那麼多的 不過因為我個人真的一百分貪心 所以我就喜歡多一點 之後呢 我就會用這個chivonchi的碎粉 去設定我剛剛有落concealer的地方 那因為這個遮瑕膏 雖然它是不怕怎樣crease 但我個人就不喜歡黏黏黏的 那所以呢 我都會盡量只設定有放的遮瑕膏的地方 然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比較薄一點 和光澤感比較重一點的一個 嗯...crystal powder 那我這盒東西我真的很喜歡用 應該是我第三盒的了 那我記得我有一開始 很開始化妝的時候 就已經有買到這盒東西的了 那我就會用這個稍微輕輕的設定我整個臉 那基本上我的底妝就完成了 那之後呢 就來到眉毛的部分了 那我就會用這個dior的眉筆去畫了我的眉型出來 那我就會off camera 盡快地畫好我的眉毛 然後畫完眉後呢 我就會用這個next的tinted brow mascara呢 去設定我的眉毛 那這支東西呢 我最近都挺喜歡用的 那我應該是有在我的favorite video那裡說過的了 我太久沒有update我的video了 所以我自己也有點不記得 那這個mascara 它kind of set了你的眉毛之後呢 它是會令你的眉毛根根分明 就是挺起來了 然後很漂亮 這樣 之後呢我就會用這個NARS的Laguna Bronzer 去bronze我的臉 那我就會只是bronze的 那我就不會用這個去太多contour的 那因為這個bronze 始終我現在還沒那麼淡的時候呢 我是覺得它偏橙了少少的 那所以呢 之後我就會用另一個 Kavin O'Kwan的sculpting powder in the shade medium 去專門用來contour我的臉 那因為那個是絕對可以給我一個 harsh harsh的cheakbones 出來的 那用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也要小心點 因為它的粉真的很painted的 那所以其實你基本上輕輕點一下 然後tap off the excess 你已經是可以做到你desire的效果的了 之後來到blush的部分呢 那我就會用這個target Amazonian Clay Blush 那我不記得exactly我是不是用那個顏色了 那我會塗上的 那這個blush又是很出色啦 那所以你記得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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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已經ok了 要不然就會變成猴子屁 那之後呢 我都會用它裡面的那顆比較淺色一點的highlight 然後呢 整個blush topper 那樣的東西 那它會給到我整個 嗯 cheakbones的那個位置呢 都會papen一些的 那之後呢 我就會再用這個physician formula的highlight 去重點intense我那個 cheakbones上面的那個點 那因為我要那些 cooler as glow 就是你明白嗎 就是那些 那些 看到你那個光去十米之外都看到的那些呢 就是這樣啦 然後搞定了臉之後呢 就可以來到眼的部分啦 那我就會首先用這個too face的shadowinsurance 去打中我的眼底先啦 之後呢我就會用kiley的這個cream eyeshadow 我不記得它的名字是什麼啦 來做我的眼影底的那種顏色的 那因為這個 它是一個cream狀這樣的東西 那所以它可以幫我之後上的eye shadow 去更加intense的 那我就會純粹拿一個fluffy一點的掃 去整個眼蓋都塗一層 給一點點glow 給一點點閃閃的的金色 我的眼睛做我的底的那種顏色啦 之後呢我就會拿這個tarte的tartis pro amazonian clay的eye shadow palette 來做我今天的eye shadow啦 那我就首先會拿了chea這個顏色 來作為我整個眼睛的transition color 那我就會用一個比較扁一點點 類似mac 217的那支掃 不過我這支好像是soeva 哎呀我忘記了什麼 不過差不多這樣形狀的掃 總之是鬆鬆的 那已經是ok的了 來做一個漸變的東東 放在眼的摺摺位那裡 那之後呢我就會拿 另外一隻比較深一點的色 來去define一下我的eye crease 那這樣呢就可以給一點點 dimension和definition 那完成了一系列的blending之後呢 那我就會拿vintage來去highlight我的brow bones 順便呢這個動作它可以幫你clean up 你剛剛blend的話 如果blend得太上的話呢 這個呢它也可以幫你令整個眼睛更加smart和define 那之後呢我就會拿一個setting spray 去噴濕我的掃 然後呢就拿我旁邊的glam的那顆foyled shadow 來作為我眼中間的那個最blink的那個色 即是閃到很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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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色 那我就會把這個pack在我眼的整個eye lid那裡 那這個你把它濕了掃之後呢 那其實是可以令到你的eye shadow的pigmentation 去更加高一點的 那之後呢你再拿回你的鬆一點的掃去blend 然後翻開口眼線就可以了 那之後上眼睛完成之後呢 就來到下眼線了 那我就會拿Chi去做我那個下眼線的整個下眼線的 下眼線的shadow 那你就不用省的 就直接把眼睛放在上面就行了 那之後也會拿回另外那個深色一點的那個色 來去加深,去配合你的眼上 那基本上這樣呢你就要小心點 不要放到下面太落了 那就可以了 最後我會拿Classic去highlight我的眼頭 讓你的眼睛開啟一點 令整個眼妝看起來更乾淨 最後的pop and color 我會拿回剛剛的highlight去pop在我 inner corner 這一部其實是optional的 如果你不想那麼誇張也可以skip它 之後就來到眼線的部分 我就會用一個深啡色的liquid liner 來做我的眼線 我就不會畫太多 我就會輕輕把它弄開 之後就是夾上眼睫毛 然後塗上眼睫毛 就可以了 我會先用Dior的lash primer 去prime我的眼睛 這支我都很喜歡用 我覺得有用跟沒有用的分別 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就會很努力地慢慢慢慢 build up第一層一層有一層的primer 之後我就會再用眼睫毛 去top quote它 蜘蛛方面 我今天就會用這個kiko的extra sculpting mascara 類似這樣的名字 我也忘記了 來去build up 這個蜘蛛也是很好用的 如果我不想用假眼睫毛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個蜘蛛去build up 2-3層 如果你的人不怕很clumpy 我也是很建議這支蜘蛛要試一下 基本上整個妝化完之後 我就會用setting spray 今天我就會用這個ofra的setting spray 這支蜘蛛也是很好用的 我好像也有在我的favorites video 那裡提及過它 但它有大支又設定 總之就是好用 最後我就會用colourpop的lippy pencil 和nyx的soft matte lip cream 給我一點點pinky nude的嘴的顏色 YES 基本上今天妝化完 雖然好像有很多步驟 其實化下去就不是那麼難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 Whenever 我想化全妝 我就是我那天事不行 很想化妝的時候 那我也是會化一個類似的妝 那如果你也喜歡今天記得這個video 就記得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就會很快在下一個video 那裡見到你們了 byebye